親愛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平安 感謝主 讓我們今天一起繼續在這邊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上帝也曾使我心碎 什麼樣的心碎 撕裂的心碎 什麼樣的心碎 你什麼時候會心碎 上帝什麼時候曾經使你心碎 你跟上帝關係似合的時候 就是上帝讓你心碎的什麼 什麼時候你跟上帝的關係會適合 天啊 我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怎麼會降臨在我的身上 這一個時刻 你跟主耶穌基督之間的關係就開始 就如同那個玻璃被搶禍的時候 就散出去這樣 開始怎麼樣 你覺得 蛤 怎麼會這樣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你一定會遇到一件事情就是失敗 當你失敗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樣的心情 原本 你覺得我一定會成功 但是當你失敗的時候 你會變成 我告訴你喔 我有一個很大的方法 但是當你失敗的時候你會 我告訴你喔 我那件事情沒有成功 你的態度會完全的不一樣 但是我們要從這個失敗裡面 看見耶穌基督的旨意在哪裡 耶穌基督的旨意在哪裡 每一個人都想成功 每一個人都不想失敗 我們最想要的是經歷成功的經驗 因為我們根本不想要經歷失敗的經驗 可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經歷到失敗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經歷到失敗 如果你問一個比較長輩的人 比較長輩的長者 你問他說 你失敗過嗎 如果他誠實一點 他會回答你說 你說的是哪一次的失敗 如果他誠實一點 他會問你 你說的是哪一次的失敗 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有許許多多很多次 從我們從小時候開始玩遊戲開始 你就會 捏你圖的時候你就會失敗 一直到我們年老的時候 我們一樣會經歷那個失敗 失敗的例子太多了 國務部也是革命了好幾次才成功 所以我們知道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一定有很多次的失敗 失敗不是結局 結局是你在失敗當中 你如何去面對那個失敗 你在失敗當中 你如何重新站起來 你如何重新站起來 你如何好像跟這個妹妹一樣 又帶苦又帶笑 你如何在這裡面找到又苦又甘甜的感覺 這是神要我們在這裡面一起學習的 今天你失敗之後 這一件事情 有沒有一直放在你心裡 成為你的疙瘩 時時刻刻在提醒你 我以前就是這樣 所以我現在會這樣 也是因為那時候造成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一定要把你失敗的經驗拿掉 你一定要重新站起來 你一定要重新站起來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會產生兩個結果 一個是神怎麼看我們的失敗 而且神怎麼使用我們的失敗 上帝使用過你的失敗嗎 你失敗的經驗 有沒有曾經讓上帝使用過 再來第二個是 我們怎麼看我們自己的失敗 你在失敗裡面你學到什麼 你從來就沒有再站起來了嗎 你從來就沒有再站起來了嗎 有一個研究糖尿病的醫生 他在研究糖尿病的醫藥 我們知道現在沒有辦法完全治療好 但是他有辦法控制 他在研究的時候 他失敗了兩百多次 那他有一天研究成功的時候 人家問他說 請問你失敗了那兩百多次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要放棄 他跟他說 失敗這兩百多次是在告訴我 我還沒有成功 這個藥還不能用在病人的身上 後來他因為他建議的品格 他終於成功了 他終於成功了 親愛的小姐妹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有許許多次的失敗 但是在失敗裡面你看見什麼 你看見什麼 你有跟這個醫生一樣嗎 在他兩百多次的失敗裡面 他覺得我只是還沒找到我成功的辦法 還是當你失敗了二十次的時候 你就覺得很慘 這條路不可行 就直接管掉 你要選擇去嘗試 你要選擇去嘗試 所以你要把自己交托在耶穌基督的手上 當你把自己交托在耶穌基督的手上的時候 你看得到他叫你做這件事情的用意是什麼 我們有時候會覺得我們很OK 我們真的很好 我們也很勇敢 我們也很有自信 我們也很堅強 這是我們看到我們 但是當發生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原來我沒有那麼堅強 原來其實我是這麼脆弱 聖經裡面怎麼說 在詩篇139篇23節這樣說 神啊求你見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試煉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 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大衛知道他不夠了解自己 有時候我們真的覺得我們很OK 我們覺得我們很了解自己 但是當我們在經歷失敗的經驗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原來我不是我所想像的那樣 所以大衛在祷告的時候 他怎麼祷告 他說主耶穌求你堅長我的意念 他說上帝啊求你讓我知道我應該做的是什麼 因為只有你最了解我 只有你最了解我 求你引導我走那永生的道路 有時候我們都覺得我們很OK的時候 你要趕快把你自己放在神的手中 因為有很多事情是你還不知道的 你要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告訴他 求他引導你走永生的道路 當我們覺得很OK的時候 當你覺得你自己很棒的時候 就是你快要準備跌倒的時候 因為你太有自信 你沒有看見神要你做什麼 你只看到我我我我我 那你受傷的時候你就會特別重 因為你只看到我我我我受傷了我受傷了 你沒有看到神在這邊要引導你做什麼事情 今天我們要多花我們的軟弱 在哥林多書我們剛剛所讀的 我的恩典供應又因為我的人力是在軟弱的人的身上顯得完全 我們要多花我們的軟弱 今天我們花我們的軟弱不是找一個藉口說 啊我很軟弱所以我什麼事都不做了 而是當你軟弱的時候你要告訴耶穌基督說 我真的不行了求你跟我同在 我真的不行了求你跟我同在 在聖經裡面有許多被耶穌基督被神中弄的人 有誰摩西以利亞還有誰 約瑟大衛但以利保羅 在他們的生命裡面他們有沒有曾經難過過 有他們有沒有失敗過 有他們有沒有在帶你會友的時候 所有的人還反罵他們 如果今天你很用心的照顧你的家庭 你的孩子卻說你為什麼要害我這樣 如果你今天很用心的帶領你的學生 你的學生在上課的時候還是給你摔課本摔書 出去外面都跟你說我的老師很壞的時候 你有沒有曾經難過過 在聖經裡面的人物他們也是一樣 他們也是面對到患難 但是他們做了一件事情是 他們告訴神說我真的不行 求你跟我同在我真的不行 當他告訴神說我真的不行的時候 我們看見他們不是的道路 是受神祝福的 我們看見他們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他們是受神祝福的 有一個人我們都很熟 就是NBA的籃球明星 他的名字叫做林舒豪 他最近很轟 那在他的人生當中 他第一個籤的球隊是金州勇士隊 他第一個籤的球隊是金州勇士隊 在他那時候還沒有很紅的時候 當他簽金州勇士隊的時候 他已經覺得他自己站在人生的最高峰 他覺得哇我在全世界裡面 我已經站在最高峰上面 所有的人都看得到我 那他在臉書的時候 當天就有一千人叫他當朋友 在他簽金州勇士隊的時候 他就覺得我已經成功了 可是當他開始受訓的時候 他已經覺得 很快的他就垮下來了 他已經覺得他自己怎麼會這樣 因為他在一場的比賽裡面 他得了10分 所以呢 他開始覺得我很糟糕 讓他的長輩 讓他的隊友鼓勵他 讓他的隊長告訴他 你認真就可以的時候 他已經覺得不可能 我不可能 他已經覺得他不可能會成功 他在他的日記上面寫說 我希望我永遠沒有加入金州勇士隊 他在煩惱什麼 當我在淘汰賽的時候 我怎麼跟家人交代我的失敗 他在煩惱這件事情 當我被淘汰的時候 我怎麼跟我的家人交代我的失敗是怎麼樣 我怎麼對那些每天都在關心我的人 支持我的朋友 我怎麼告訴他們我失敗了 他有好多的責責 好多的壓力讓他過得很不開心 他在他的日記最後他寫說 我希望我永遠都不會再打籃球 就永遠都不要再走這一條路 但是當他在他難過的時候 他回到神的面前 他回到神的面前 他跟神說什麼 他說他真的不行 他說他真的不知道怎麼做的時候 神的話語提醒他 提醒他什麼 他把失敗看得太重 他把成功看得太重了 他整天都在想 我今天三分球有沒有投進 我今天運球運得好不好 我今天有沒有打到籃板 我今天怎麼樣 籃球已經變成他什麼 他生命中的偶像 今天籃球打得好 他回家就笑嘻嘻 今天籃球打不好 他回家就很難過 籃球已經成為他生命中的重心 因為他看中什麼 他看中他的成功 他最怕的是什麼 他最怕的是遇到失敗 他完全忘記 神在他的這件事情上 是要想怎麼樣來農曉他 他把他生命中 所有戰友的就是什麼 我要把籃球打好 所以他過得不快樂 最後他分享 當他發現這樣的時候 他開始心靠神 後來我們知道 他到尼克隊的時候 他把球打得很好 他把球打得很好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 會面對失敗 可是當我們面對失敗的時候 我們知道 我們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們要把自己交在神的面前 因為在神的面前 有贖不盡的恩典 當我們來到神的面前的時候 你就什麼時候要得到保住 所以 我們不要害怕失敗 因為失敗是神要把我們塑造得更好 我們知道失敗是有價值的 失敗之後 你的人生觀一定會改變 失敗是有價值的 失敗是有價值的 你的人生觀一定會得到改變 越大的失敗可能會越讓你喪之 但是 當你回想起的時候 越大的失敗 有時候會讓你得到更多的謹慎 更大的細心跟更大的智慧 為什麼會讓你有更大的謹慎 更大的細心 你有沒有打過蚊子 當你第一次看到蚊子的時候 那隻蚊子傻傻的在那邊 飛呀飛呀飛呀 你看到牠的時候 你打 打下去 有沒有打中 沒有 你第二次要再打那隻蚊子的時候 蚊子會傻傻的 還在那邊慢慢的飛呀 你第二次打牠的時候 牠早就變成噴射機 你快要打牠的時候 牠趕快跑 所以連蚊子都在失敗裡面 記取教訓 要知道我剛剛差點被打到 趕快努力 所以當你經歷失敗的時候 你記取那個教訓 你會努力 你會成功 在今天我們所讀的葉利米蘇 這樣說 牠說 遙將用泥做氣泥 在牠手中做壞了 牠就在用這泥做別的氣泥 遙將怎樣看好就怎樣做 這個做在原文裡面是什麼意思 就是牠要把你塑造 牠要把你唧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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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沒有去做過泥土 我們有沒有做過這個 或者是你小時候有沒有唧過泥土 當你做不好的時候 你覺得不滿意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重慶再來過一次 可是當你完成那個作品的時候 你會覺得我很滿意 對不對 今天這個泥土 它是沒有末梢神經的 所以當我們在擠壓牠的時候 牠不會有任何感覺 但是神創造我們很奇妙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感覺 所以當神在捏你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好痛苦喔 可是我們知道 我們都會把這種東西做壞了 神有一天在做的時候 也會不小心缺了一腳 牠會怎麼樣 重新做得更好 可是我們知道 在重新捏的那個過程當中 我們根本不想要盡力 因為我們只想要趕快變成成品 可是我們知道做錯了 就是要重新來 當成在重新來的時候 神是要把你塑造成 最好的那個成品 而不是要讓你成為那個缺角 所以你在失敗裡面 一定要知道 神要再怎麼塑造你 讓你從這個失敗裡面 學習到什麼 讓你從這個失敗裡面 學習到什麼 神有很多的計畫 神有很多的計畫 神在塑造你的時候 你會看見很偉大 今天就算你在失敗裡面 神一樣要使用你 如果你認識這個人嗎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人 他是海倫開的 但是他是一個重度殘障的人 可是神一樣使用他 神也使用一個關節疼痛的人 那個人是誰 留下律師 神也使用他成為他的見證 神也使用誰 神也使用一個在 活在一個赤品環境的人 神使他站在一個國家的面前 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就是林肯總統 他活在一個最貧窮的地方 可是神讓他站在一個偉大的國家面前 還有 如果你是一個被歧視的人 曾經有一個被歧視的黑人 神就大大使用他 他就是馬丁路德金先生 神就大大的使用他 還有 如果你被別人認定 你是呆子 而且呢 你怎麼會有學習障礙呢 那神會塑造出誰 神會塑造出愛飲食堂 所以當你在失敗的裡面 你一定要知道 神要把你捏得更好 有時候別人會說 你為什麼這樣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神慢慢的在塑造你 或許有缺口 可是神會把你塑造得更好 神會把你塑造得更好 所以今天你不要擔心 就算你在失敗裡面 神會慢慢的調整你生命的齒輪 把你調整到最好 再來 要提醒大家 不要過一個跟人家相比的生活 不要過一個跟人家相比 如果你時常要過一個 跟別人相比的生活 那你很快的就會上帝使命心 所以這件事情會發生在你身上 因為你會覺得 為什麼他有我沒有 為什麼他有我沒有 親愛的弟兄姐妹 神把我們每一個人創造的是不一樣 今天你我一樣嗎 不一樣 如果你我一樣那就糟糕了 因為我媽根本能不出來誰是誰 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每一個人是不一樣的 我們跟別人不一樣是正常的 如果我們跟別人一模一樣 那就是不正常 我們每一個人有不一樣的知識 我們每一個人有不一樣的智慧 對我們每一個人有不一樣的能力 我爸會修電燈 我媽修電燈他就沒辦法了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不一樣的能力 每一個人都有不一樣的你厲害的地方 可是當我們墮落的時候 我們患上了一個很嚴重的毛病就是 我們很喜歡跟別人比來比去 當我們看見神的祝福多在他身上的時候 沒在我身上的時候 我就覺得為什麼他有我沒有 為什麼神這麼祝福他 為什麼我沒有 為什麼我們沒有 當我們有這樣的心理 就會帶出另外一個不生結的感情 為什麼他有我沒有 耶穌基督在回答彼得的時候 他說過一句很重要 他說我這人我若要留他直到我來的時候 與你何干 這人我若要留他到我來的時候 與你何干 耶穌基督說我不要我的信徒 我不要我的使徒 每一個人都承受同樣的恩典 同樣的恩知 這不是他要的 在耶穌基督的生命當中 他對每一個人的愛都是一樣的 他對每一個人的生命有不一樣的安排 所以你要過一個快樂的生活 你就是要知道不要跟人家相比 今天你是你 他是他 我是我 當我們不要與人相比的時候 你可以減少很多眼淚 你可以減少很多氣氛 你可以減少很多無奈 你可以減少很多對神的願意 很多時候我們不能成功 我們覺得我們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我們看見我們還沒做的時候 他就成功了 所以我們就覺得神的祝福不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就覺得我們沒有領受神的恩典 我們沒有領受神的祝福 我們就連動都不想動 連動都不想動 很多時候是我們在成功以前 我們就已經產生自卑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不要跟人家相比 我們不要跟人家相比 你要嘗試去做 你要看見神的恩典是什麼 最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話就是 失敗為成功之母 失敗為成功之母 每一件衣服要成功之前 他都要先用大刀炸緊過 也有可能要剪碎片 也有可能要剪大的 好讓他變成一件美麗的衣服 所以今天當你被剪過的時候 就是要記得我要成為一件美麗的衣服 我要成為一件美麗的衣服 聖經裡面說勇敢 說很多次嗎 沒有 剛強壯感比勇敢更多次 神說你要剛強你要壯感 他不是說你要勇敢 他說你要剛強 在你困難的時候你要剛強 你要有那個在 在他前面說勇敢 他說了二十幾次 比如說剛強壯感 說了快三十次 好像多了好幾次 在那小小的一本聖經裡面 他提醒我們要剛強 在你困難的時候你要剛強 你要知道很多東西 當我們去學習的時候 你會學到更多 在失敗裡面你會學習到很多 二十世紀最大的音樂家 他叫做史特拉文詩記 他創造了一首詩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叫做春之記 在他演出的那一天 他有販售門票 那在他演出的那一天 有很多人氣到丟東西到台上 然後有一個老阿婆 很大聲的罵說 我第一次長那麼大 被人家騙成這樣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聽什麼 為什麼我要花那麼多錢來受這麼多侮辱 我到底在做什麼連我都不知道 可是這一首詩歌呢 他被評為二十世紀的經典作品 這個音樂家他沒有因為別人對他的評價 而覺得他失敗 他又做了彼得卡西跟火鳥 這兩首歌也是非常有 但是他在做這兩首歌的時候 還是一樣被人家認為那是不如不類的音樂 可是他到後來還是得到許多人的愛戴 可能許多人覺得這首歌真的很棒 所以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你要去看中在你的失敗裡面記得不要氣餒 神要大大的使用神要大大的使用你 今天我們要一起來唱一首回音詩叫做自我自由 我們知道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有許多苦綁是 我們覺得會讓我們傳不過去 在這首詩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但是首先我要邀請大家閉起眼睛 當你在聽這首歌的時候 我希望你可以把耶穌基督放在你的心中 你要求祂賜給你自由 因為我們知道失敗會苦綁一個人 我們時常會去回想我們失敗的經驗 但是你要讓神知道我要在這失敗裡面 我要得上自由 我要得上自由 從天有的力量 求你一來 來到我的力量 來到我的生活 看著什麼中的仇犯 詛咒我心中的無恨 你的敏感在哪裡 哪裡總有自由 世界遂有 保護中的 求你領帶是我自由 我相信只有耶穌基督能改變我們的過去 只有耶穌基督能知道 他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有什麼樣的安排 所以當你不自由的時候 當你覺得你不快樂的時候 你要求神自由的領導你的心中運行 因為你要從他的身上得到快樂的正確 我們一起來 我們來唱這首歌 是自由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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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來 擺到我的身體 擺到我的內 擺到我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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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到生活中 你的 телеф饭 是否舊我心中 你不安 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世界自由 保护重担 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世界自由 保护重担 在哪里就有自由 世界自由 自由自由 自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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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我的生活 來到我的生活 感受生活中 的重担 祈求我心中 你哭哭啊 你的灵魂 在哪裡 那裡就有自由 世界最有 保護重擔 終於離開 賜我自由 讓我們一起恭喜祷告 親愛的天皇上帝 求你的祝福在我們每位弟兄姐妹身上 主耶穌求你讓我們在這世代中 從你的話語裡面得到真正的自由跟祝福 主耶穌你的話 告訴我們 讓我們不用去在意別人 讓我們不用去在意別人的眼光 讓我們不要活在與別人的比較中 讓我們不要生活在別人的頻率當中 主耶穌我們要從我們的生活裡面 靠住你來大大得勝 使我們得到真正的自由 讓我們不被完美主力捧綁 讓我們不在失敗中受苦毒 跟自卑荒言的折磨 主耶穌我們要邀請你進入我們的生命當中 也開啟我們屬於你的眼光 看見那無限美好的計畫 因為無論在任何情況當中 你都要大大的使用我們 也使我們成為他人的幫助 主耶穌我們在此現上 我們讚美跟感謝也求你祝福 鼓勵到我們每位弟兄姐妹身上 我們將祷告 多次公耶穌基督聖明 阿美 阿美